第四百三十集 这时大伙看见狗腰已经死了 早就围在旁边了 听周院长这么一说 就七手八脚地把熊瞎子 抬到了治疗室里 屋子里就剩下了我和麻子大爷 麻子大爷给我讲了 鬼门十三针的用法 然后就回到了病房 到了病房里刚坐了一会儿 刘家从外面跑了进来 抱着衣服和鞋子对我说 小冬你赶紧醒一下早 穿上衣服试试合适吧 我看着刘家说 这 这些 衣服 刘家一听就低着头说 昨天晚上 你的衣服不是被我给剪坏了吗 这衣服是赔给你的 只是剪坏了裤子 怎么还有衬衣和鞋子 这时麻子大爷笑着说 你这个傻小子呀 怎么就一根筋呢 还看不明白 赶紧的 抱着衣服洗澡去 然后掏出了一些钱 对刘家说 小刘啊 我替我替我这个傻侄子 谢谢你了 这些衣服钱不能你套 我这里有二百多块钱啊 你先拿着 不够的话 我以后再给你 大爷 我不要你的钱 衣服是我送给小冬的 你的钱我不能要 哎 这钱你必须得要 不要的话呀 大爷我也生气了 在我的眼里啊 你和小冬都是好孩子 我老头看着你们两个能好啊 我心里欢喜 赶紧的拿着 你一个小护士一个月呀 也挣不了多少钱 麻子大爷这么一说 我赶紧偷出了五十块钱说 大爷 我这里有五十 不够的话 把我的钱加上 傻小子呀 这钱你留着 刘家都送你衣服了 你就不能请刘家吃顿饭呀 真是一个愚目脑袋 赶紧的找地方洗洗 换新衣服去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像是一个狡猾子 这时刘家说 小冬 我们卫生院里面有一间洗澡的地方 我这就领你去 你的衣服是我按照你的大铁身高买的 不知道合不合适 至于鞋子 是我看你穿的鞋满号买的 应该差不多合适 里面有袜子 一会儿你穿上试试 刘家真是有心人 推辞了好久 收了麻子大爷一百块钱 然后在刘家的带领下 来到了洗澡的地方 我进到了里面关好门 把身上的脏衣服和鞋子全脱了 我这身衣服经过一夜都已经搜了 再加上上面还有那些脏兮兮的粘液 已经不能再穿了 我把衣服扔进了垃圾桶 至于鞋子还好好的呢 这个我舍不得扔 直接泡在水里 准备洗干净 拿回家去 我在里面把周身洗了个干干净净 等身上干了 换上刘家给我买的衣服 刘家的眼力很好 他挑选的衣服非常合身 裤子是月白色的休闲裤 当年最流行的颜色呀 衬衫是半袖的白衬衫 再加上白色的旅游鞋 这一穿上 到了镜子前照了照 美得只想冒泡 怪不得人们常说 人靠衣裳马靠鞍 一靠打扮二靠穿 浑身焕然一新 感觉自己一下子精神了很多 弄好了之后 把那双鞋子洗干净 两个鞋带一系 提着鞋子出去了 我这时心情说不出的好 在心里有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 本以为认识了刘家 就是生命里的春天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生命中的寒冬 马上就要来了 为了这件事 我不得不远走他乡 错过了这场美好的缘分 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我出去之后 把鞋子放下 麻子大爷要给我些钱 我没有要 对麻子大爷说 这顿饭必须用我自己的钱请 这时刘家来了 问我衣服合不合身 我赶紧说合身得很 刘家让我转两圈给他看看 于是我很愉快地转了一圈 卡完衣服之后 对我说 行 还不错 这衣服挺适合你的 我们正说着话呢 麻子大爷说 小冬啊 你不是饿了吗 刘家也饿了 在门口不远有个饭店 那里的羊肉汤不错 你们去喝羊肉汤吧 一边吃着饭 一边说话 麻子大爷到底是老谋深算了 他这么一说 把我们去哪儿吃 还有吃什么都给定性了 因为我身上只有五十块钱 虽然钞票没有贬值 但是吃大菜 硬菜钱还是不太够的 也只有喝羊肉汤是绰绰有余的 那年头的羊肉没有现在这么贵 一斤的羊肉再加上几个油盐大烧饼 再加上两碗汤 顶多也就是三四十块钱 足够我们吃的了 喝羊肉汤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汤静着喝 其实我是真的饿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肚子里的那点湿都已经吐干净了 要不是信念和那种幸福感撑着 我早就趴下了 这时一说到美时 我的嗓子眼就像伸出了一只小手 抓得我心里直痒痒 一想到羊肉汤特有的山味 我就有点想发疯了 肚子里咕咕的叫 刘家听到我肚子叫了 就赶紧说 大爷 小冬 咱们去喝羊肉汤吧 我挺喜欢喝羊肉汤的 今天我请客 马子大爷笑着说 我不去 在家里啊 刚吃过 你们俩去吧 吃得饱饱的呀 说话也方便 我也想叫马子大爷一块去 马子大爷笑着说 哎 傻小子 赶紧去吧 我老头子 不和你们年轻人参和 马子大爷这时在给我创造机会呢 饭店离卫生院不远 村镇的饭店 那时候不讲究牌子 在门口支一口熬汤的大锅 和一座烧饼炉子 门口啊 弄块木盘 写上全洋汤 大家走到那里一看就知道是饭店了 是吃饭的地方 里面的饭菜啊 物美价廉 老农民会过日子 像样的饭店不敢进 但像这样的饭店 只要刀里有几个钱就赶进去 钱多的喝羊肉汤 钱少的喝羊杂汤 要是真没钱的呀 买上几个大烧饼 饭店里的老板 会咬上一碗不要钱的羊肉汤上来 当然了 里面只是有汤 没有肉 老农加上点辣椒油和原碎 照样是喝得解馋呢 我们进了饭店 要了一斤羊肉 两大碗的羊肉汤 饭店里做的是回锅羊肉汤 切好的羊肉放在锅里回一下 再加上些调料 然后舀上熬好的老汤 用不了一会儿 喷香的羊肉汤就端上来了 那浓浓的羊汤乳白的颜色 飘着一股子鲜香 加上辣椒油 再倒上点醋 那味道 顿时让人受不了了 由于是太饿了 我把大烧饼泡在羊肉汤里 连吃待喝的 一连两大碗羊肉汤 我这才算是吃饱喝足了 等吃饱喝足了之后 和刘家说了会儿话 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看到熊瞎子已经转到病房了 熊瞎子的情绪很稳定 应该是没有什么事的 这时刘家应该下班回家了 看着他回家 心中有些恋恋不舍的 麻子大爷看到这里 笑着对我说 小冬啊 是不是看上那个姑娘了 我一听脸刷得一下子红了 低着头不好意思说话 大爷 这 这 别吞吞吐吐的 要是看上了 你就点点头 大爷啊 我帮你想办法 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麻子大爷领着我说 走 我领着你去找老周去 大爷 你领着我找周叔 是不是让周叔做梅啊 你这个小子真是的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做梅人 我告诉你 幸福必须自己去追求 我找老周 我找老周给你铺一条路 麻子大爷说完就走 我跟在麻子大爷的后面 到了院长室 麻子大爷对着周院长说 老周啊 我想替我侄子求你一件事 哎 二哥呀 有什么求不求的 有事你说就是了 老周啊 我这个侄子 早年跟着黄花罐里的铁拐礼 学中医 已经学了很多年了 哎哟 学医好啊 特别是中医啊 咱们国家现在就缺中医 我记得那个李道长 学师渊博懂得中医 小冬跟着他学一定有出息 哎 好事好啊 不过铁拐礼已经去世多年了 这些年都是自己学的 像小冬这样 不是院校毕业的 无法学得更好了 所以你看看院子 有没有医术好的中医师 让小冬跟着学 这样一来呀 小冬等以后就有了饭碗了 哎呀 原来是这事啊 二哥啊 这事好说 我看小冬这孩子挺聪明的 就是一块学医的料 这样吧 我们等明天开个会研究一下 看看谁愿意带小冬这个徒弟 这事不见了 我讨压的 有失ę 可不见了 你 还会发描了